建築不止偷工減料 亦是沒有跟國家防震規範去做 林詠欣在四川報導 首舊階段結束 學校開始復課 杜鋼燕進入重建階段 學校倒塌的原因 是否與牙齒清理一樣 可以一數而空 學校倒塌 專家繼續在牙齒堆中找線索 設計還是施工 總體上看 都可能有問題 這裏和民族附身小學一樣 到處都見到偷工減料的痕跡 按照規定 這個鋼筋和對面的鋼筋 要連在一起 這個都沒有連 鋼筋運營土的糧 這裏爆了的位置 你看看有塊磚 這個不可能放了一塊磚 入鋼筋運營土的糧 還有這些逐清脈蜂巢的運營土 好 很明顯現場落石屎落得不好 這裏甚至沒有去到底 這個底 你的鋼鐵基本上 直接貼落底 一般來說我們不容許 最原蹤在這裏 三層高的鋼筋大樓 全塌下來 可以見到橫樑仍然在旁邊 裡面亦有不少鋼筋和水泥 但問題不是在這裏 而是出在柱裏 完全看不見有任何鋼筋運營土的柱 在這裏上去 所以就這樣看 好像就是 它純粹將糧 就這樣擺在磚床上 地震來的時候 它會很容易破 很容易塌 國家建設部74年開始 對樓宇有防震規範 亦都更新過幾次 但最基本的 是樓宇必須 小震不壞 中震可修 大震不倒 我們希望它壞得很嚴重 但是不希望它倒塌 所以像這個建築 就沒有實現這個目標 它說規範是要嚴格執行 尤其是學校、醫院 更加不可以偷工減料 違法的要承擔法律責任 在實際做的時候 很多人就把這個忽略了 所以才使得一個又一個悲劇在上演 有線電視記者 林永恩在四川報導 好